在首相敦马哈迪的领导下 荣新高铁被取消 东海岸铁路需要重新谈判 中国政府对此表达不满 马中关系今后何去何从 自证理事会主席敦达因 接受新报访问时指出 中国依然是我国重要的朋友 新政府也非常喜欢这段密切的关系 然而许多在前朝国阵政府下 签署的中国项目合约 受到沾染难以理解 而且当中的条款也是单方面的 敦达因强调 对于审视或取消大型中资项目的举动 我国一直通过外交管道妥善处理 我们在这里聊天 他们在讨论我 甚至今天我们在讨论他们 我们在聊天 中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有很严重的关系 我当时在金融博士 我当时在中国第一次官员 第一次官员 非常好处理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朋友 中国是我们的朋友 可能他们失败了 谈到叶马公司弊案 敦达因透露 新加坡已经同意和我国 联手追回被偷窃的资金 而这宗弊案也让许多政府机构 流血不止 我没有提到极材 我没有提到极材 因为我没有提到极材 我没有提到极材 但它是很严重的 很严重的 所以它是更严重的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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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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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说它是更严重的 每个监督 我们叫 画风转到国内政治 首次丢失中央执政大权的国阵 能否扮演好在野党的角色 敦达因认为 在野党必须拥有诚信 才能发挥作用 取信于民 但是巫统领袖至今不曾道歉 而且偷窃了一马公司的前后 还否认有错 他也认为 即使是巫青 也无法加速巫统改革 因为巫青团团长凯利 和其他巫青成员 过去都支持一马公司 甚至没有忏悔之意 NTV7综合报道